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1987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签订中导条约 约定三年内各自销毁一批中短程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并且不再研究生产这类导弹 美国多次想拉中国加入此条约,但中国始终没有答应 伊朗三年后,伊朗和伊拉克开火 伊朗从我国引进90枚弹道导弹,价值2亿美元 这比大交易也进入美国的视野,但他们却装聋作哑,一声没坑 这完全不符合美国,没事都要缴三分的形式风格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美国为什么没敢出面阻止 美伊两国,阿亨交织在伊朗巴列为主阵的时期 美伊两国关系十分友好 1978年,伊朗在霍梅尼的领导下 推翻原来的君主力限制,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他们冲进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把美国人全都抓起来 从此,美国就和伊朗结下梁子 其实,伊朗人早就对美国干涉其内政,非常愤怒 霍梅尼巴列为是亲美派,所以民众敢怒不敢言 直到巴列为下台才敢对美国抗议 美国对不服从他的小国家从来不会手软 于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命令中央银行冻结伊朗政府的120亿美元 并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试图从经济上扼住伊朗的喉咙 第二年,两国宣布正式断交 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实行全面的限制与封锁 同时,美国还大力支持伊朗的对手伊拉克 借伊拉克之手从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消耗打击伊朗 伊拉克和伊朗为边境主权领土 上千年都没有停止争斗 1975年,两国签订阿尔吉尔协议,平分阿拉伯河 卡特弹签好协议后,伊拉克就反悔了 他们觉得伊拉克进出口必经之路就是阿拉伯河 拿出一半管理权给伊朗会影响伊拉克的经济发展 阿拉伯河之争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1979年7月,萨达姆上台,4年 他以抵制伊斯兰革命为借口,打响两亿战争第一枪 伊拉克有美国支持 当然花大价钱从美国购置各种武器 他们还加强与苏联的联系 参观苏联飞机制造厂 勾进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米格比25胡弗等 那伊朗的武器从何而来 答案是美国 美国表面上告诉盟友不能向伊朗出售武器装备 暗地里却和伊朗做起军火生意 萨达姆就这样 美国两头通吃 伊拉克还傻傻地以为美国是他大哥 会全力帮他打赢这场战争 却没想到大哥居然是自敌的叛徒 此事被中间人捅出后迫于伊拉克及其盟国的压力 美国不得不停止对伊朗继续出售武器 在美国的民事暗示下 许多国家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 禁止向伊朗售卖武器 伊朗被孤立 内政外交如大厦将清 危在旦夕 伊朗急需要寻求新的武器供应国 面对伊朗的困境 我国伸出援手 同意卖给伊朗武器 中国难道不怕被制裁吗 伊朗美苏冷战 中国出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面对强势发展的苏联 对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全方位打击 企图通过孤立苏联 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 这被称为美苏冷战 1987年 美苏两国签订中导条约 约定各自销毁射程500千米至5500千米的中短程导弹 并且不再进行研制生产 这是他们为互相限制而签订的两国间的协定 和我国没有关系 国际上 普遍遵守的是导弹技术控制协定 其中规定凡射程超过300千米的导弹不得出售 弹头重量必须低于500千克 美苏争霸我国为伊朗提供的M-7导弹 射程是200千米 弹头重量刚到500千克 所以 我国卖导弹给伊朗是合法合规的 而且 我军工企业的口碑相当不错 早在1979年 我国就明确武器装备对外出口的基本原则 由军事援助改为军事出口 当年 埃及一两亿美元的价格迎进了我国60架尖比7A战斗机 战斗机属于大型武器装备 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埃及从我国购买尖比7A 对此战斗机的性能 对中国军工制造 维护等水平做了最好的背书 一个信誉良好的卖家 吸引来一批有需求的买家 尖比7战斗机从此 向伊拉克 伊朗等中东国家纷纷下单 其中 最先从中国大批购买武器的是伊拉克 伊拉克发现世界上除美 苏 英等工业大国外 中国的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军工企业已经能够提供从单人作战的机枪 自动步枪 到大型的坦克 轰炸机 导弹等几乎所有的装备 而且 中国武器价格相对便宜 性价比高 20世纪80年代初 伊拉克陆续购买了中国3000多辆坦克 由于中国军工企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 按照伊拉克的要求改进并交付武器 所以伊拉克的满意度非常高 后又引进一些机枪 半自动步枪 加农炮等轻重型武器 两翼战争作为对手 伊朗发现伊拉克有新的装备来源 通过侦查得知来自中国 伊朗对中国的武器性价比很满意 也想订购 很快 他们就得到来自中国的装甲车 火箭炮等武器装备 中国的武器除价格低廉 改进速度快 交付及时外 其设计简单 一上手操作也是一个优点 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战场上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用于战前培训 这也是中国武器 受到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某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 军工出口总额在130亿美元左右 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收入 肩比7战斗机 拿肩比7兆战斗机来说 买家要求安装 英国先进的航电设备 那么 此款战斗机的总收入中 要扣除一部分给英国 大体估算一下 上述130亿元中 有230亿美元要分给其他国家 即使这样 100亿的外汇 对我国的刚刚复苏的经济 也非常宝贵 为此 中国也遭受了一些非议 其实 在218年战争中 损失达6000亿美元 中国100亿的收入占比很小 中国军工企业 在制造武器的过程中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提高我国的武器制造水平 21战争时 中国的武器制造 已成绩斐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导弹的研究和制造 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M-7导弹中国制造的90枚M-7导弹 于1992年交付给伊朗国防部 M-7导弹在汽车或者履带车上装载 灵活机动 隐蔽信号 适合多山的伊朗 海 陆 空都能精准射击 那时导弹不像现在这样 容易被发现并拦截 所以 这90枚导弹 为整个伊朗支起一张严密的保护网 对中国的雪中送炭 伊朗感激不尽 而这些都是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完成 美国国务卿集体师生 好像没有看到 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 原因有三 图片来源于网络第一 美国也曾卖武器给伊朗 美国在政治上一直与伊朗水火不容 所以不停挑起战争 另一方面 背地里 作为大军火伤 美国多次出售武器给伊朗 包括各种枪支 以及反坦克导弹 美国不仅从中赚到钱 还顺便让伊朗把美国人质也释放了 真是一举两得 以色列在两一战争期间充当美国和伊朗武器买卖的中转战 直到1986年 此时被以色列媒体曝光 伊拉克恍然大悟 自己被耍了 第二 拉拢中国 美苏关系刚缓和 苏联依然是美国最强大的对手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 美国希望拉拢中国 来制衡苏联 图片来源于网络第三 借中国售卖武器的东风 美国想继续从这条路谋取利益 两一战争 交战双方最终打平 没有获得什么利益 倒是连年战争 使两国人员伤亡惨重 经济倒退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只有一旁看热闹的美国 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 美国觉得卖军火比打仗好处多多了 中国卖导弹 美国也可以继续卖吗 早在伊朗巴列为王朝的时候 美国军火商向伊朗出售数额庞大的武器装备 获得巨大收益 有数据显示 仅1979年 伊朗就将26亿美元的军火费 送进美国人的口袋 中国区区2亿美元的导弹 对美国造不成糊口夺食的风险 巴列为况且在西方大国的眼中 伊朗在连年战争中 经济军事一塌糊涂 中国的导弹也不会一下子使伊朗强大起来 所以 不会对目前混乱的局势造成影响 但这回 他们是算了 借机生蛋 趁机崛起由于西方的封锁 伊朗国内被迫建立工厂 自己自足生产军需物资 以及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 这极大的促进 伊朗国内企业的发展 包括家电 汽车 建材等行业 都在悄悄升级技术 自力更生 从中国买到导弹后 两翼战争已经结束 眼看这些威力巨大的导弹 无法上战场大显神威 两翼战争但头脑灵活的伊朗人也没闲着 伊朗自己的军工企业SBIC公司 对M笔器导弹进行拆解研究 并进行仿造 他们推出适合本国的通达尔69弹道导弹 并大规模生产 通达尔69弹道导弹缩短了射程 减轻了弹头重量 虽然对敌的打击力度有所减弱 但它的出现 宣布伊朗已经成功摆脱美国的武器封锁 这对伊朗民众来说 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伊朗宣称 不会主动挑起战争 但不排除英字未采取极端措施 2020年元旦后第三天 美国派出无人机袭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 苏莱曼尼在伊朗 甚至中东都颇具影响力 刺杀事件 造成苏莱曼尼将军身亡 五天后 伊朗军队决定还击 苏莱曼尼15枚射程500千米 弹头重达500千克的导弹 飞向美军驻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 当时 特朗普正在准备发表全国讲话 阿萨德空军基地被导弹袭击的消息传来 特朗普被迫取消讲话 他召开紧急会议 商议对策 一时间 美伊局势紧张到极点 有人觉得两国大战在即 可很快 美国国防部宣称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伊朗媒体爆出的消息是 美军近100人死亡 200人受伤 大量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被击毁 当天 美军树下战斗机奔赴其在印度洋的基地 企图从此基地飞往伊朗进行报复 然而战斗机花费4个小时抵达印度洋基地后 又被特朗普召回 原来 特朗普感觉对伊朗开战代价太大 所以及时取消计划 特朗普伊朗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 它有连绵的山脉 广阔的海岸线 近义的人口 背后还有中国和俄罗斯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中俄都能在短时间内给予伊朗帮助 和阿富汗和伊拉克相比 伊朗占了地利人和 还有一个天时的优势 即伊朗从中国卖给其导弹开始 抓住了发展本国导弹等大型武器的契机 另外 美国不敢开战还有其自身的原因 美国发展到现在 国内击毙很多 美国队打仗 心有余而力不足 图片来源于网络伊朗作为石油大国 假若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 那么全球原油价格动荡 美国的经济也会遭受严重打击 到时候 谁会是赢家呢 大概是伤敌1000 自损800的结局吧 军用武器是国之重器 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中方对武器出口从来不为力士图 而是接受国际规则的约束 因此 对伊朗出售的90枚弹道导弹 不会落入口石 目前 我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